在11.5这个小节里头 我用中文帮大家做个复习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介绍了这个波导 在里头传输的这个电磁波呢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模态 那第一个模态最简单 跟我们自由空间里头传播的模态 是一样的叫做TMO 这个TMO呢 它的这个电场跟磁场的方向互相垂直 同时也跟这个 它传播的波的方向互相垂直 那在这个波导的轴向方向上头呢 并没有任何的场 那TMO呢 它是有一个电场 沿着轴向这个一个分量 那它的这个磁场呢 是在这个Planet of Instance的这个垂直方向上头 那对TMO来讲的话呢 它在轴向上头的这个分量是一个磁场 那对于TMO来讲的话 没有所谓的Cutoff Frequency 但是对TM跟TMO来讲的话呢 它们都有一个所谓的Cutoff Frequency 那这个当波的频率低于这个Cutoff Frequency的时候呢 这个Propagation Mode就不能在里头存在 那同时我们也提到 如果是一个Hallow Wave Guide的话呢 这种这个中空的波导的结构 是无法支持一个TMO在里头传输的 因为中空波导中间没有结构 同时呢中间对TMO来讲的话 也没有场 所以呢它是不能支持一个TMO在里头传输 但是这个一个平行这个导板的这个一个Wave Guide呢 如果说这个导板非常的大 在想象里头这个导板变成无限大的话 这个磁场并不需要绕回来 所以这种平行导板Pilot Plate Wave Guide的话 是可以支持一个TMO在里头传输的 那另外呢Coaxial Wave Guide的话 因为中间有个结构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支持一个电流 所以呢TMO也可以在里头传输 那我们介绍了这个这个式子呢 来描述这个电磁波电磁场 在Wave Guide里头的一个场的形态 那这个场的形态呢 因为在XY的方向上头是有边界的 所以这个场的形态跟XY一定有关系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Propagation Mode的话呢 它一定有一个Propagation Constant在Z的方向上头 如果说它是在这个Z的方向上头是衰减的话 那也有可能有一个这个Attenuation Constant Alpha在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把这个式子放进Helman's Equation的话 然后先把对Z的微分先算完的话 那你会形成这么一个这个新的Helman's Equation 但是这个Laprosian的计算只是在这个X跟Y的方向上头 因为Z方向上头计算已经先放到这个H平方上头来了 这个H平方呢会等于Gamma平方加上K的平方 那这个Gamma平方就是来自于这个Laprosian Operator 对Z的方向上头的这个两次微分掉下来的一个这个值 那这个Gamma的值相当的重要 因为它会告诉你这个波能不能在里头传输 在WaveGuy里头传输或者是在里头衰减 那你一旦定义这个EigenValueH的话 那你就可以定义出一个Cutoff Frequency出来 那这个EigenValue的值在下一个这个章节里头 我们会介绍那是由这个边界条件来决定 那在这里呢我们是先定义了这一个Cutoff Frequency Based on this EigenValue 所以在这个定义里头呢 你的Gamma就跟你的Cutoff Frequency有关系 所以呢当这个你的电池波的频率 大于这个Cutoff Frequency的话 那这个波可以在里头传输 因为这个Beta值可以算出一个这个时速值出来 Given by this expression 那所以呢有了这个Propagation Constant 我们就可以画Omega Beta Diagram 比如说这个当它频率很高的时候 这个波导里头的这个电池波频率很高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像速度跟群速度都会接近TEM Wave 在Freespace里头 所以呢这表示这个波呢会是比较直向的传播 那如果说在这个频率比较接近Cutoff的这个地方呢 它的像速度是大于这个Freespace的这个Wave的Propagation Speed 那这个Tangent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Groove Velocity 也就是能量传输的速度 那当这个频率波的频率小于这个Cutoff Frequency的时候呢 这个Gamma的值会算出一个时速值出来 那这个时速值的话代表说这个波在这个波导结构里头 是一个Exponential Decay 一个Attenuation是一个衰减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当这个波的频率小于这个Cutoff Frequency的时候 这个衰减就越来越大 好那最后呢我们用这个Off-axis TEM Wave来介绍这个物理图像 也就是说一个T1或TEM Wave在一个波导的结构里头传输的话 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TEM Wave在这个波导里头呢 有一个反射角的这个一个这个Z-Zack的Propagation Path在里头 也就是上上下下然后在往前走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种图像里头呢我们可以算出这个这个Bouncing Angle 跟你频率的关系得到这么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当你的频率越高这个Bouncing Angle越小 所以呢这个T1或TEMO在这个结构里头越来越接近TEM Wave 那当这个频率越高越高的时候呢 这个T1跟TEMO越来越接近TEM Wave 所以呢你如果去画它的Wave Impedance vs Frequency的话呢 当频率变得很大的时候 这个Wave Impedance的值呢都接近这个TEM Wave的这个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在这个自由空间里头那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这个频率 越来越来越小越接近这个Cuddle Frequency的时候 这个Bouncing Angle就越来越大 那当你的这个频率刚好等于这个Cuddle Frequency的时候呢 这个波只会上下的这个传播不会往前走了 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刚好是这个频率是在这个Cuddle Frequency的地方 那一旦你的这个频率呢更低于这个Cuddle Frequency的时候呢 这个Bouncing Angle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波无法在里头啊传播 那这个表啊就是啊给大家啊一个结论 就是啊这个Wave Guide里头有可能有TE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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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TEMO来讲的话它没有Cuddle Frequency 那啊它的Wave Impedance就是在自由空间里头的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那对TEMO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Wave Impedance呢 比这个自由空间的Intrinsic Wave Impedance要小 对TEMO来讲的话呢它的值啊这个Wave Impedance的值呢 会比这个ETA还要大 因为这个底下开根号的这个值呢是小于1 那同时呢啊对TEMO来讲的话 它的传播的波长就是很简单的这个啊速度直接处于频率 但是对TEMO或TEMO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啊波长跟Cutoff Frequency有关系 也就是这个Wave Guide的边界条件 是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啊啊传播的这个波长 那在速度上头的话啊TEMO跟自由空间里头的这个传播速度是一样的 但是对TEMO跟TEMO来讲的话呢啊 啊它们的Face Velocity它的像速度会高于这个C 那Groove Velocity会低于这个C 所以这个是啊这个Lecture 11啊帮大家做的复习 那希望大家能够啊很清楚的把这些重点呢能够理解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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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